像我们现在年轻人都属于亚健康状态 身体呢没有什么大毛病 年纪也不大 但平时都特别容易累 也没有力气 感觉很虚 那想这种情况是不是血液出问题了 是啊 刚刚有一个同学问过了 就是说你经常 经常血液循环不好的话 人会很疲倦 血嘛就是最大问题了呀 血会影响你的心脏 影响你的胆固醇 影响你的肝脏 对不对呀 你想想看 会影响你的血压高 对不对呀 血压不正常 这个都会造成你昏睡呀 微弱呀 全部都会 你这个很麻烦 听得懂吗 那是不是建议 就是如果像这类情况 就是去验个血 看看缺什么之后 针对补充这样会好 对 那个是最好的方法 半年一年去验一次血 然后呢 去看看补充 缺什么 补什么 听得懂吗 有的是缺铁 有的是缺 那个那个那个 胆固醇再高 有的时候呢 因为这些 机器经常 这些你 验出来了 血的指标都正常 你就不会生癌症 你只要有一个 指标 两个指标 经常缺 经常不达标 时间长了 不平衡 它就会生出 各种各样的 激流出来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因为之前 我也有这种情况 之后有人跟我说 好像他们 有几个人 都是这种情况 之后去买了铁片吃 我现在觉得好像 比以前好很多 是虽然也没血血 不要自己去吃 要验血之后 听医生讲呀 哦好好好 好吧 好的 感恩师父 慈悲 女人们缺铁们 是肯定的呀 嗯 女人补些铁 完全应该的 因为 因为她有那个 生理期的话 她会失血多 一定要补铁的呀 哦 明白了 嗯 好的 感恩师父 慈悲 开始